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美好的主日,我们又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赞美敬拜你 以赛亚书26章1到9节说 当那日在犹大帝人必唱着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 为外国,敞开城门 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艰辛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 将城拆毁 拆品直到尘埃 要被矫健他 就是被困苦人的矫和穷罚人的矫健他 一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 必修平一人的路 耶和华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 就是你可纪念的名 夜间我心里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 切切寻求你 因为神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我们谢谢主 你是公义的主 我们谢谢主在末后 争战的时候 我们能够被你训练 我们能够被你称为 合一的器皿 是因为耶稣基督保血 涂抹遮盖我们 我们知道你要先将你的教会 经历枯骨复活的神迹 主啊 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主啊 我们求你的气息 进入我们里面 叫我们从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这样的观景中 我们活过来 我们借着我们的悔改 进入主的复兴 主啊 我们知道你审判全地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上的民是污秽的 因为我们世人被了踊跃 我们世人被咒诅吞灭 我们住在其上是显为有罪的 但是主 你用施恩怜悯来帮助我们 你用你恩惠的福音 来夺回我们所有人的心 好叫世界 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知道你的救恩 亲爱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为着中国现在还在蔓延的疫情 以及世界的疫情 我们献上我们的带导 求你大师恩惠 求你叫一切遭遇病毒侵害的人 能够像摩西他们的那个年代一样 那个世代一样 在旷野中去看那个举起来的铜蛇 我们知道那个铜蛇 撒旦已经被践踏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得医治 已经得拯救了 我们谢谢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谢谢主 你的拯救是从亘古直到永远 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 我们被你的话语带领 被你的光所照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有没有软弱污秽的 求你让我们这些 所有不讨你喜悦的 在你面前无可躲藏 求主保雪赦免我们的罪 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让我们的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浸泡在你的话语里头 被你的话语深深的带领 让我们有倾听的耳 接受的心 感谢赞美主 也求主让我们听得和说得 同门依处 同德造就 奉主得胜的名祷告 祈求祝福 阿们 好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是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好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救恩是属乎耶和华 那么救恩是在活人之地 也就是说你活着都有机会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是我们已经离世了 那就没有机会再接受主的恩典了 好 所以在活人之地 我们都可以见到主的恩惠 我们任何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 或者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可以得见神的恩惠 那我们当信主的 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离世的时候 我们睡了的时候 那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神的怀中 在主的怀中 那么这句活人之地 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这是出自哪里呢 是出自西伯来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 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劝勉 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路慢内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的时候 那个圣所到至圣所中间 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那个是从上到下裂开 所以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至圣所 像以前你祭司最多就只能进到圣所 但是至圣所是每一年一次 大祭司 然后带着羔羊的血可以进去的 因为要不然大祭司也被击毙了 对吧 但是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得恩惠蒙联名 做随时的帮助 那么诗篇27篇13节说 如果我们不幸在活人之地呢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散当了 就现在世上 我们知道就是负面的消息 不好的事情很多 但是呢 因着有耶稣基督的恩惠 我们可以单单仰望耶稣基督 不要去仰望困难 西伯来书六章十二节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受 承受应许的人 就是那些先圣先贤前辈 那中间肯定最厉害的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百分之百的神 那我们不能跟 就是神说你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人的事情 你看你神你高高在上 那你能解决一切 我们不行 那主耶稣基督从出生 一直到三十岁开始 传到所有的 就是我们人类要走的路 他都走了一遍 替我们走了一遍 然后留下了这个圣经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这个 叫做指引的这种书 对吧 那我们知道呢 还有很多摩西亚 亚伯拉罕 雅各 以撒 约瑟 还有什么彼得 就是那个 有些那个那个叫 保罗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 他这里说 凭信心和忍耐 你效仿这些人 因为他们所走过的路 那我们就不会害怕 因为人生都有困难 但是神的恩典是 神的帮助 耶和华为我们增长 所以是高过那些困难的 高过仇敌的城墙 但是你眼睛还是会看到 但你眼睛看到的时候 并不代表你失败 你眼睛看到的时候 你要知道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已经得胜 所以这些什么 撒旦啊 或者跟随他的这种 就是堕落天使啊 邪灵误鬼啊 所有一切的 他们兴风作乱的东西 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呢 踩在脚下了 就是已经践踏在脚下了 那我们是在敌人的面前 摆设宴席 只不过说我一直强调 我们是ing的过程 就是说一个灭 我们已经得到救恩 但是这救恩不是这一个点 它是一个灭 就是主耶稣基督 已经全部做完了 可是呢 我们等待这个全部 这个全部close 这个case全部close 因为撒旦的这个 兴风作乱现在还在 因为他在地上 像就吼笑的狮子 吞吃可吞吃的人 你只要不要成为 那个可吞吃的人就可以 因为他的日子还没有到 最后他就是到永死里面 然后到那个火不灭 从不死的地方 那他的那个日子 也就快到了 快到头了 好 那我们呢 要继续的复习一下 上一次一些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 整本圣经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上次讲了 这个圣经里面 是有预言的 预言呢 是神所默示的 也是神所 就是圣灵的感动 说出这个神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是彼得后书 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就是说 我们并有先知 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所以所有的预言呢 是把人引到光的地方 光明的地方 那他后面讲是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 经上所有的预言呢 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的意思就是说 这六十六本圣经的书呢 所有的话都是圣灵感动 人去写出来的 所以真正背后的作者是我们的神 是圣灵 那预言最重要的就是 拯救我们的弥赛亚 对吧 拯救主 那所以预言 它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 那弥赛亚就是耶稣 基督 那我们呢 看到就是 旧约里头很多都是 有弥赛亚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要降生 的这个预言 然后我们新约就应验 最有名的就是 什么诗篇22篇 以赛亚树五十三章 因你受的变伤 我们的遗志 因你受的行法 我们的平安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些的预言呢 在 我们 就是整本圣经六十六本书里头呢 不是只有一个应验 如果只有一个应验呢 也不可能成为权威这个圣经 那么呢 如果是只有一个预言 也不可能 就是这个 就比较不够严谨 对吧 那他是有许多应验 许多预言 然后许多应验 那还没有百分百应验呢 我给大家 贴了这张图 就说 这个图里头 他就是 这是一个百分比的图 他就说圣经里头 一共有1817个预言 比如说他有对列国的预言 对以色列的预言 对基督的预言 那最后有叫对末世的预言 里面也有 那全面列国 以色列基督所有的这些预言呢 都已经完全应验了 那这个应验的那个百分比是96.2% 那是别人统计的 学者统计的 那正在应验的呢 就是最后就是末世的预言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 那个只剩下 百分比中的 3.8% 那米赛亚他意思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那受高者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来 他有三个身份 就是君王 先知 祭司 这三种身份 那就是 拐异讲 我们上次讲 他是神兴起的拯救者 就只有靠着他 你可以进入 就是 漫内 漫内就是你进入自身所 进到神面前 因为神是圣洁的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 那你批带主耶稣基督 那你才能够 就是被称为圣洁 被看为圣洁 那么你就可以进到神面前 那旧约的事 这些呢 也都是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从狭义的来讲 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 独特的拯救主 只有这一位 主耶稣基督 好 那预表呢 预表是 旧约里面 曾经有发生一些什么历史事件 我们上一次有说了 那这些历史事件 在新约的亮光底下呢 这些人物啊 礼仪啊 都是指向 耶稣基督 包括我们知道 就是会幕里头的 所有的物件 都是指向 什么洗桌盆啊 金灯台啊 所有的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包括礼仪 节期 这些特殊的 我们敬拜 就是献祭的时候用的 都是一样的 那神呢 是会向人显现的 那神可以用什么样的样式 向人显现呢 他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过 人呢 其实是不能见到神的面 因为神是完全圣洁 他的荣光照着你 你就会死嘛 对吧 因为你污秽嘛 我们全让污秽嘛 那么他会 神因为 怜悯我们 爱我们 所以他会用 就是说他遮蔽他自己的荣光 他遮挡他自己的荣光 让我们可以见到神 那诗篇147篇8节说 神以密云遮开天空 为大地预备雨水 使群山长满青草 所以他有时候 就是你 你不能 直面神 就我们上次说 天使也是要用翅膀 那个 遮住自己 为什么 因为神太荣光 太圣洁 我们自常行会 那么呢 这边 所以说 旧约里面圣经呢 他都是有 所有的都是有关 我们基督的预言预表 还有显现 就是 所有的 叫做什么 隐儿 因为旧约是隐儿 新约是 就完全的实现 对吧 那这些呢 都是隐儿呢 就还没有实现的 但他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比如说我们米赛亚的预言 在以赛亚书 7章14节里面 就是主要给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 叫以马内利 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头 是吗 祖 祖前的700多年 对吧 但是呢 马太福音 我们那个新约圣经 第一本书 他说这一切是 要成就的是什么 是应验祖 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仍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就是说 旧约里头讲 新约里头就 实现了 真的 然后 马太福音那边 第2章 刚才是马太福音第1章 22到23节 那马太福音第2章 那4到6节呢 他就是 西律王当时召集了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单身在何处 那祭司长跟民事怎么知道呢 他又不是基督家里的人 也不是他肉身的父亲和母亲 因为 旧约的先知 弥加书5章2节有说 柏利恒 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致城中 微笑 将来必有一位从 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 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 那么他就应验在 马太福音第2章4到6节 是吗 那个 西律王问那些 基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基督单身在何处 那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 柏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 柏利恒 你在犹大诸臣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 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 我以色列名 是吗 一模一样的 对吧 那这个 这个语言是很难 就是 很难 如果不是神的话 是很难成就的 因为 耶稣基督肉身的 父亲和母亲 马利亚和约瑟呢 他不可能在 柏利恒 他的 祖籍是 柏利恒 可是他是什么人 拿撒勒的耶稣 就是他们是从那个地方到这边 到柏利恒去 报名上策 然后 玛利亚 在那个柏利恒 的那个城里头 他的时间到 他要生 那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 基督耶稣的 预表呢 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 创世纪28章10到12节 就是雅各 他骗了他 他 父亲给哥哥的祝福 然后他就跑去找那个 他 他的舅舅拉班 那在那个去的那个路上 他是说他出了别是吧 创世纪28章10到12节 出了别是吧 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 就路途中啊 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 他就捡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面 在那里 躺卧睡了 到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好 那这个就是 约 汉福音一章51节里面 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所以呢 神呢 让耶稣基督降生 然后呢 他为我们呢 就是就是赎罪的祭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上去下来 可以在人子的身上 就我们天跟地之间啊 已经被耶稣基督打通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14章6节里头说 他说我就是到 耶稣基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 所以我们感谢主 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他已经打开了天跟地 之间就是我们 因为罪的隔阂 我们不等到神面前的这个 这个隔阂已经被 哪个 打破了 那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所有我们的人 包括我们在疫情中的人 我们要去 像摩西在 因为 约翰福音有专门指出来 就是在 旧约里头 我们先看旧约 民族的明书记里面 21章8节到9节 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一万只蛇就必得火 这是在明书记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这是在明书记21章8到9节 那约翰福音呢 3章14到15节 他引用是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你望着人子 望着耶稣基督 你就等永生 对吧 好 那么呢 如果你不是望着耶稣基督 那你就肯定是背道而驰 因为只有两条路 要不就是在 那个 我们的翻舟上面 要不你就是在洪水里头 要不你就是得救 要不你就是灭亡 只有两条路 没有半旧半灭的这种 没有 对不对 没有这个选项 那么呢 我们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3章这边 他引用的是明书记21章这边 但是 蛇啊 你知道蛇这个经常就 蛇在圣经里头不是经常就绝对都是指着什么 你就是耶稣基督骂那个法利赛人就是 什么毁蛇的毒类毒蛇的种类呀什么的之类的 那 蛇呢 确实蛇和龙在那个圣经里头都是 就是就是就是真的都是代表着撒旦 啊 呃 但是呢 为什么说 呃 神说 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竿子上吗 那我们望着是挂在十字架上的 这竿子就就是像一个木头 十字架其实就是那个木头 他长得像石的样子的那个木头 因为人被举起来刚好就像一个天 石 像那个中文字的那个石 啊 那这里讲的这个被钉的这个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被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撒旦是肯定是 他是堕落的天使嘛 他是 就是离弃背弃神的嘛 所以他肯定就是所有的罪 都是要被钉石架的 那我们如果看到撒旦已经被 就是神钉石架了 就是所有的罪已经被神忘记了 那我们是不是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们了 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对吧 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钉的我们其实 我们叫定睛看的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为什么看这个火蛇呢 当时看这个火蛇呢 就是你知道 当时就是说我们被逆的时候被蛇咬 一望着铜蛇就活了 就是你有信心 你望着这个就知道 主耶稣基督肯定会为我们 神一定会为我们破除一切撒旦的捆绑 一切撒旦的这个 所带来的一个咒诅 所带来的所有的不好的 就是神都说是好胜好的 所有不好的 那中间包括什么困难 包括疾病 包括忧愁 所有的其实都被主耶稣基督 帮我们 就替我们死了 然后呢 主耶稣基督呢 也替我们活了 就带头了 活了 那我们跟着他 一串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他是头嘛 我们是肢体 是这个这里有这个意思 好 那其实呢 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就是 马太福音 他有引用约拿书 就约拿先知那个约拿书 他说他三日三夜 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三天后复活嘛 所以说这个主耶稣基督也是引用 就约约拿书的故事 然后预表自己会钉十字架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 那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神是会显现的对吧 那神的显现呢 其实三位一体的位格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第二个位格那个圣子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对吧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成了肉身吗 对吧 太初有道成了肉身对吧 那这个主耶稣基督呢 他可以 你可以见到 也可能你不可以见到 他有两种形式 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百分之百的神 所以呢 只有 这个圣 这个格 第二个位格 圣子 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位格那个圣父 你是 看不到 哦 你基本上看不到 你看到你要就是 就像以前那个摩西要帕子门住啊什么的 或者是看到背后 因为 神耶和华神跟他说我走过去 你知道看到我们因为前面太太亮了 就像你在太阳面前 不是太阳要杀你 是就他太亮了 你被融化了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 就约那个亚伯拉罕 他不是为那个 神要亲父的那个 索多玛 俄摩拉那个 就是 带导的时候 带囚的时候 那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位天使 但是真正最后进入那个 索多玛里面 只有两个天使 所以他看起来是三个神的使者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耶和华神自己 所以 神说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做的事情 岂可 隐瞒他呢 就跟他说 那那一位就是神 神在 我们可以见到的这种方式的显现 那这个位格呢 是圣子 那亚伯跟神摔跤 有没有 在那个旧约里头 然后神在 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然后神也像有一个很贪财的先知 巴兰显现 因为那个 他被收买了要咒诅以色列人 那神向他显现 还有神呢 以 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身份向 约苏亚纪的那个约苏亚 也就摩西的基层人 那个显现 还有像那个 基甸 世世基甸显现 像 参孙的父亲 也是那个 世世 显现 还有 神向先知 以赛亚 戴以礼 显现 这些呢 就说如果你会看到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位格的 那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中的第2个位格 所以他显现只会是 这个位格 那我们 要 一定要重生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世主 为什么我们需要弥赛亚 因为呢 罗马书3章23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好 耶利米书17章9节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使透呢 传道书7章20节 其实世上没有行上 而不 犯罪的义人 就是世上没有一个 是可以称为义人 你没有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善人 我就是我是个好人 善人 因为只有神是 我们只可以说我们是学习 学习神的公义 学习神的怜悯 学习神去行善 那我们被称为义人 是因为我们被神算为义人 看为义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担保 中保 罗马书3章9节说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嘛 绝不是 因我们已经执政 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这意思就是说 全部的人都在罪恶之下 都在罪恶之下 那我们上一次其实我们看过这个罗马书 第一章28节到2章16节 那什么叫 就是我们的罪呢 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要神嘛 抵挡神嘛 对吧 那这个罗马书一章28到2章16节 这边是非常详细的 是圣经原文讲的 就没有什么解释了 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什么叫我们的罪 我们最大的病就是被盗的病 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要神 那罗马书一章28到2章16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 故意不认识 就是说你知道有神 但是你就不承认他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扭曲的心 做那些不该做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然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纷争 诡诈 毒恶 毒恨 又是毁谤的 说人坏话的 怨恨上帝的 污辱人的 都无可推药 忍耐 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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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 他们的内心挣扎 有时自责 有时为自己辩护 在那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 按照我所传的福音 审判人隐藏的事 就是那个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 自己可以再去看罗马书的一章二章 那边写得很清楚 那我们都是就是在那个全然败坏里面 那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律法之下 然后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律法 我们只能靠就是神替我们完成律法 那我们人心最为诡诈坏到极出 那这个最简单的就是 比如说这次我们中国这个疫情 突然间就是高升 那我们看到就是德国的那款药 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欧洲的朋友说他在美国呢拿到药了 不是sorry不是美国德国啊 那个好像是德国跟美国一起做的 然后呢他说拿到了 然后就问说有没有人要 那我当时都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款药 那我们全家也都得了 还有人得两次 那我就问多少钱 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个数字 极其可怕的数字 就是我没有想到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然后他意思说你要不要撞 然后我说我不要了 我说你这么高的这个数字 你不能再低吗 我说这么高的数字好暴力哦 我说这个再加上如果真需要的人的话 可能就真的就如果买不起的话 那就是真的是害人了 那他就说那个是不是基督徒嘛 然后他们就说你去查一下现在多少钱 然后昨天我朋友说 我朋友说这个也不算贵了 因为呢在什么京东之类的什么 就是还是什么东西可以他们网络上买的 从德国买的 最高的是卖到2900多 一盒一盒里面就吃五天 一天吃早晚他都都帮你写好了 对吧 2900多我们就算3000块钱的话 那他们卖到4000多 意思说他们也不算贵了 原来啊来找我的人我才知道 最高的在中国卖到两半 在北京那一盒药卖到一万五 所以人心最为诡诈 坏到极处 就是不管人囤药是因为你预备 还是你真的家里有人需要 但是把药炒到这么高 那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因为药是用来救救命的嘛 你没事你以为是什么股票啊 什么黄金啊 那你还来做什么期货啊 股票啊之类的对吧 这个药它出来的本意就是救人嘛 就没生病的人就不需要药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没生病的人 你去囤到药 然后你去做这个买卖 是吧 那这个就不讨神喜悦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 哪怕我们有一点点的贪然 或者我们一点点的不顾念别人 一点点 你那一点点一粒老鼠食都坏了一锅粥呢 对吧 就肯定会带来一个就是那种很大的一个一个效应 所以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定睛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就越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就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居上不居下 居首不居尾 就你永远不会后退 那我们看到旧约呢 它里面有就是什么律法书啊 先知书啊 各种的就是那个智慧书啊 这些呢 其实所有的里面都有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举例 创世纪 创世纪我们知道第一个预言 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我们人犯罪以后 神说什么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救主耶稣基督 要上十架 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弥赛亚的预言 要为我们上十架 拯救我们 好 那这个预言呢 是被称为伊甸园里头的一个福音 那个叫做原始福音 又称为第一福音 也有人说是米赛亚预言之母 就是最最最最早的之母嘛 最最最早的关于我们米赛亚的预言 那这个是揭开我们救恩的历史 也就是说救恩的历史是从这里开始 也就是神早就预备了这个方法 那你说神你早就预备了方法 你干脆就叫我不要犯罪啊 但是我们人有自由的意志 就是你只有爱神这件事情 神不能替你爱吧 就是你 你爱别人 然后你也期待别人爱你 可是别人爱你这件事情呢 就不能算 就你自己爱自己算是你自己爱自己嘛 对不对 你不能算是某某人来爱我 这件事情你没法替别人完成 你可以说我爱了你 你不回应我 那没关系 我继续的爱你 但我不能算说我继续的 神不计较我们的爱不爱他 但是不能算为我们爱他 可以说神恩典恩惠 就是神不计较我们的错 不计算我们的错 所以这件事情就还真就得我们自己干 好 那这个预言的背景呢 是蛇诱惑了我们始祖的 那个我们的太太夏娃 对不对 说那个果子可以做食物 悦人眼目可喜爱 使人有智慧 那其实这些我们都有 这些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就是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再多此一举了 但是呢 我们就被诱惑了 好 那这个亚丹夏娃堕落以后 有什么东西进来呢 羞耻遮盖躲避 你看他要用的五花果树遮盖自己 你能五花果树一缕一缕的 那个叶子还不是一整片的 对吧 怎么能遮盖自己呢 而且还躲避神的面 起了风 然后神在伊甸园里走 他们躲避 惧怕 反目为仇 对不对 互相 就是推卸责任 没有互相 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 女人把责任推给蛇 互相推诿 就没有人说sorry 神的审判呢 你看对蛇 对女人 对男人 对全人类 整个受造之物 我们全部都陷在里面了 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 所以就是我们从一出生 我们就有面临的一个就是 你到底要选择恩典 还是你要选择原来罪的那个咒诅 那么你看对蛇的审判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深处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也就是说 虽然撒旦 毒蛇的种类 他可以伤了 感觉那个主耶稣基督 你也被钉死这样了 被鞭伤了 对不对 最后还被刺一下 肋旁那个血还出来 看你有没有死痛 但是你并没有伤到我们的根本 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那但是蛇呢 蛇的种类 毒蛇的种类呢 撒旦呢 它是什么 死亡阴间的钥匙呢 它就已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了 这是最后一本 《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有讲了 所以我们一生因为怕死 我们就是很惧怕的那种 你所有的这些捆锁 都已经被主耶稣基督 已经释放了 对吧 对他对女人的审判 他说是家争怀胎的苦楚 生养儿女多受苦楚 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对男人的审判是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读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脊里来 你也要吃甜甜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寇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你本是成土 仍要归于成土 所以我们要happy的工作 因为呢 虽然工作中会有荆棘吉利 但是神说了这个虽然是审判 但是凡是神跟你说你要做的 你在神的那里面做呢 你必被神保护 而你出了那个圈就不行 你出了蜂舟就不行 你凡是在蜂舟里都被保护 对全人类 那从男人这个审判里头 我们看到全人类的审判 也就是这个 刚才男人就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那我们知道荆棘和吉利就是困难嘛 你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工作没有困难呢 你哪一个人呢 没有那个 对不起我要关一下谁的声音 然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中都有困难 我们生活中都有苦楚 但是呢 神说就是你继续做了 你要吃甜间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从土而出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就是你直到死 你都会看到困难 你都会看到难处 但是其实这个难处呢 都不会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 你看你可以出于尘土 归于尘土 对你的生命 真正的对你 不会造成什么 除非你自己要 就是一直在困难里面 一直看着困难 你不出来 除非你是这样 你如果只是看着主耶稣基督的话 那个困难只是困难 就是一个名字 那个病 那个都是一个名字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神 他说这些 然后我们看到 你什么什么 就撒旦 就撒旦 魔鬼 蛇 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 就将来会受永死的那个 又火不灭 从不死地方的那个 那个永死的审判 然后女人下窝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做女人的后裔 就是我们跟随基督 耶稣基督 那就会伤那个 撒旦 就可以伤撒旦的头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战胜罪恶 战胜死亡的权势 败坏长死权的这个魔鬼 撒旦就会受审判 伤害 我们伤撒旦的脚跟 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呢 基督十字架 他在受苦 他会受死 但是他第三天复活 可是如果我们做那个魔鬼的后裔 不做女人的后裔 那魔鬼的差异 有包括什么呢 邪灵呢 恶人呢 暴君呢 抵挡神的掌权者呢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些的话 我们坚定的选择做女人的后裔 坚定的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 那这些呢 就跟你 就那些坏的东西 咒诅 所有的对你不利的 就是不是神的赐福的 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跟神 你跟定神的话 你就在神里头有份吧 所以女人的后裔 我们看到就是 亚当给妻子 起名叫夏娃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然后有一日呢 她和妻子呢 这是创世纪三章 然后第四章里面 创世纪说 她跟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生 怀孕生了该隐 就是得的意思 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好 那我们看看 就是当这些咒诅以后 我们始祖 亚当 是不是就 很灰心 丧气 算了 我就随便过了 因为反正我们要 就是说终生劳苦嘛 地还长出 荆棘吉礼来嘛 对吧 那我们看到 亚当呢 却在那边 第三章 他给妻子起名字 叫夏娃 就原来 他是叫女人 后来就是 在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二十三节 就神创造了女人的时候 亚当很高兴 给他妻子起名字 叫女人 然后到了那个 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就是犯罪了 然后神审判了 结果呢 他就给他起了 另外一个名字 叫夏娃 那夏娃的名字 原文意思是生命 说明我们始祖亚当 虽然没有看到 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赏道十架 但他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说什么 我要叫你的 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梗 他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审判会领到 相信神 他赐恩给我们 所以呢 亚当呢 他给他妻子起名 这里就是对我们 就是信心的宣告 就是我们必死的人 但是他给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孩子嘛 但是他谁给谁命名 谁有权柄 对吧 他对女人是有权柄的 因为女人 他称为女人嘛 也是有权柄 所以他有权柄 是给女人 和给全人类 就是说这是赐福的 生命 是赐福的 我们并不是在神的咒诅里面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 如果不是像亚当 这样子的一个 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我们以为我们全人类从一开始就走 就是感觉完了完了完了这样 但是我们是成了成了成了 神在实价上说成了 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来 总的来看一下 在创世纪中间 米赛亚的预言和预表 那预言是 女人的后裔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 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 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 好 以撒的后裔 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到四节 雅各的后裔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 他是出自犹大支派 创世纪四九章十节 这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来你不是在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就是这个四个福音书 马太福音第一本里面 就耶稣基督家谱里面 你就知道 神的救恩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那神的预表呢 刚才是预言对吧 现在预表呢 世间性的预表 诺亚翻周 创世纪六章到八章 亚伯拉罕献以撒把都 就独生爱子要献上 但是神说不用 我已经预备了 雅各的梦中天梯 我们上次说的 一个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一个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 这些都预表耶稣基督 好 刚才是预言 预表 现在是人物性的预表 麦基喜的无父无母 然后出来收亚伯拉罕的奉献 十一奉献 这是在创世纪十四章 以撒是创世纪二十二章 约瑟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 以撒就是他父亲献爱子 对吗 独生的 他是他父亲唯一的一个 那约瑟呢 他承受父亲双辈的产业 好 神的显现 神连外邦的女子下甲 就生以什玛丽 以什玛丽他妈妈 不是正房 是妾 都向他显现 要救他的孩子 他和他的孩子 在创世纪十六章 那神也向亚伯拉罕显现 创世纪十八章 雅各跟神摔跤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些显现都是魏格的第二个魏格 那这些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 指向耶稣基督最后要我们什么呢 万民都必归顺 穿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万民都必归顺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万民都必归顺 对不对 因为末后的日子 就是末后最后的三点多的那个 百分之三点多的还没有 还没有实现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需要用信心 我们用信心 因为我们现在如今活着就是有爱 有信有万有爱 信心 我们信心相信什么呢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说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恨通 任何事情 在神的路上也必然恨通 那神也说了 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说 草必枯干 花必雕长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那永远立定呢 就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做什么 完全人 什么叫完全人 那这个完全人是 穿世纪六章九节 就说神对诺亚的一个评价 他说诺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 诺亚与神同行 所以完全人就是要跟神同行 可慕神 我们看一下诺亚有多么难与神同行 大家看一下这张的表 从亚当 塞特 以诺士 该南 马勒列 雅列 以洛 马土 撒拉 拉麦 一直到诺亚 这时代的人 他们生子的年龄都是多少 一百三十岁一百零五岁九十岁七十岁六十五岁 一百六十二岁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七岁一百八十二岁五百岁 有没有看到 诺亚五百岁才生孩子 才生孩子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信心 他不仅是见翻舟的时候 在传道嘛 对不对 然后翻舟前面一百二十年 传道 也就他们全家姓 他们全家姓呢 他传给他传给所有的人 只有他太太和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 而且还是在这么迟的时候才生出孩子来 对不对 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神呢 给我们人是当时是一百二十年的悔改时间 不能说神啊 你你就是 就没有给我们机会 因为你看创世纪五章三十二节 诺亚五百岁生了散寒雅佛 然后创世纪六章十八节 神说我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都要进入翻舟 七章十一节 当诺亚六百岁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 天上的创父也敞开了 然后十一章 创世纪十一章十节 赏的后代记载下面 洪水以后二年赏 一百岁生了亚法萨 所以洪水来的时候 赏大概就是九十七岁 五百岁才生孩子 信心啊 全家得救啊 不是单时的信心 如果单时的他信心 可能就说最多就是 好全部都不信 然后我娶一个 我的娶太太 他太太还是娶的是 那个 不是姓祖的这个资脉的 唯一的一个女的 那就是说 不是姓祖的这个姿态的 好好好不容易把太太弄进来了 信祖了 然后呢 好 还要教导三个孩子 信祖 所以 他的信心非常大 那他的信心 他具体实施方案 就是 你看他预备翻舟 还有一百二十年 神给人的悔改时间 对吧 他六百岁的时候 也就一百年 神说他的日子 然而他的日子 就地上浑然败坏 神在《串世纪》六章四节说 然而他的日子 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大概我们人都还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对吧 但是呢 他是五百岁生散寒雅坡 他六百岁 那个洪水来 也就是说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他拼命传道 对不对 然后还要生儿养女 然后最后就是全家八口 进入凡洲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心就像他的祖先 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协说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 只是他被接去以前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请问以诺做了什么大事 大步道家 成立了很多 大教会吗 没有啊 圣经里头说 创世纪五章十八节 亚烈活到一百六十二岁 生了以诺 亚烈生以诺之后 又活了八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烈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岁 就死了 然后二十一节这边五章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马土撒拉 就是生了世界上 寿命最长的人 马土撒拉 然后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就是六十五岁生孩子 然后后面又跟神同行 三百年 生儿养女 所以一共活了什么 三百六十五岁 这二十三节说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娶 他就不在世上了 他没有经历死亡 神直接把他接去 对不对 他的信心多大呀 他也没建立了教会 传福音好像也就传了 他儿子就是肯生孩子 对吧 然后呢 他在世上 就是生儿养女 与神同行 然后被神接去 所以大家都不用怕 福音事工大和小 无论是以诺 无论是诺亚 所有的人 他都是什么 凭着信心 他没有做很大的事情 结果他没做很大的事情 我们往后一算 哇 他的事情可大了 全人类都从 那个诺亚的那个 三个儿子 沙汉亚佛 重新开始 虽然我们后面又败坏 对不对 那他还没有 他的信心 有些诺 他也就是跟神同行 听神的话 那什么叫凭着信心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 信就是所案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局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看到 看到了就不算信心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哇 这个是神的评语 就很像一个老师 对学生的评语 诺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帆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好 这个是对他的评价 信心的最高评价 所以呢 当你可以学习 当我们一起走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凭着神所赐的信心 往前走的时候 神是这样说的 彼得前书一章七到八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 就比那被火试炼 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观的大喜乐 喜乐是什么 喜乐非常重要 喜乐是良药 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尺骨枯干 就是说你在神里头 你肯定是全部是富足的 丰盛的 而且你是健康的 是灵魂身体都看见的 那我们要效仿 那些凭着信心 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也就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就是 我们是在活人之地可以见到 耶和华恩惠的 那我们靠什么 靠信 如果我们不信就善胆了 这十篇27章 27篇13节 那我们也知道神呢 他不会更改 他不说话 他是信实的 刚才我们念过的 希伯来书6章18到19节 他是我们灵魂的 也是眷顾的 牢靠的 我们靠着这个 可以进入神的至神所 通路漫内 进入至神所 那我们所要的就是 我们要相信 相信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就去传福音 敬我们 尽心尽力 敬意 敬我们的至 来爱主我们的神 然后呢 我们不懈怠 我们殷勤 我们不懒惰 希伯来书6章12节 我们效仿那些 凭信心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们可以慢慢的查考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 必与我们同在 是不是 那主耶稣基督 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同在嘛 就是做完全人嘛 那神同在 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下面要准备 那个圣餐 我们吃圣餐 那在吃圣餐之前 我们先祷告一下 结束这边 前面的分享 好 主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恩 我们谢谢主 因为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得以来到至圣所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 按着定经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 赐我们生命的神 我们也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神 所以你必带领我们 必带领我们 在你里面 直到永生 我们都可以得到神 满满的祝福 而神也赐下 你的饼和杯 叫我们一直要纪念你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我们奉你的名 我们要领你的饼和你的杯 因为你是为我们 信心篡实成中的 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 献上感恩的基 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谢谢你 你能够做我们的主 我们能够做你的子民 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 都是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舍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 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 我们气息地醒察自己 我们吃喝你的饼和杯的时候 我们能够被主的耶稣基督的宝血 涂抹遮盖 成为无瑕疵的来到你面前 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圣洁公义里面 我们在你的圣洁中侍奉你 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在你的圣洁中长大 灵命干强 我们守洁心情 只为了来到你面前 得联名蒙恩惠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祈求 阿们 我们也愿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到永远 我们众人奉主得胜的名 祷告祈求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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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